变形金当的子弹为什么总是打不完呢 要知道他们在战斗时根本没有换弹动作 可却依然取之不尽用之不解 莫非是开了外挂 其实这要分情况而定 变形金当的武器一般分为两种 一种是身体自行转化的武器 通过火种源生成子弹来进行攻击 这就好比人类利用唾液攻击一样 毕竟都是身体上的部件 比如擎天柱那帅气的油桶炮 就是通过油箱转化而成 再比如五五开大黄蜂的能量炮 完全与手臂融为一体 只要自身能量充沛 理论上是可以无限制开枪的 另外一种则是通过外带 在赛博坦星上有着很多发明家 他们唯一的兴趣爱好 就是制作各种武器装备 比如变无理热泼那把 非常bug的时间禁止枪 就是由大发明家千金鼎创造出来的 而我们的领袖擎天柱 则喜欢在作战时拖着长长的集装箱 遭遇敌系后 这个集装箱会迅速转换为武器壳 各种神兵利器任君挑选 当然最夸张的 还是我们的大兽子探长 因为超喜欢重火力武器 因此将自己武装到牙齿 打起架来更是一顿疯狂扫射 也难怪网友们调侃他打完一架清几顿 这也是为什么变形金刚子弹 很难打完的原因 毕竟他们都喜欢玩肉活